欢迎您收看《突发简报》 特朗普的刑事审判在美国深层次的政治分歧中主导了白宫竞选 加拿大环球邮报 唐纳德 特朗普的四起刑事审判将主导2024年的白宫竞选 这位前总统面临91项指控 包括勾结集团犯罪 策划推翻政府和伪造商业记录 特朗普将自己塑造成受到旨在打倒他的体制的受害者 并宣称对他的指控是司法荒谬 法庭将不得不确定特朗普四起案件的时间表 首要问题是是否将审判推迟到选举之后 特朗普的法律团队正试图延迟这个过程 案件的时间安排将决定特朗普是否需要在法庭辩护和竞选共和党初选之间取得平衡 在美国被指控或被判犯罪的人参选或担任总统没有禁止 然而两位保守派法学学者认为 美国宪法应该禁止特朗普担任公职 第十四修正案禁止曾经参与叛乱或反叛的前政府官员再次竞选 习近平希望全球南方团结在中国周围 会莫迪谈边境争端 中印能否克服分歧 德国之声中文王 在本周的金庄国家峰会上 中国带头呼吁扩大该集团的成员和影响力 然而同属该集团的中国和印度仍存在重大分歧 二十四日 印度外长表示 两国领袖已在金庄峰会场边会晤 谈到了边界问题 且双方同意应尽快降低边境冲突 本周 金庄国家在约翰内斯堡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峰会 讨论该集团的未来 而该集团的未来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庄国家中的两个经济强国 印度和中国能相处的多融洽 印度外交秘书克瓦特拉 Vine Kvotra 24日表示 印度总理莫迪 Narendra Modi 已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庄峰会场边会晤 双方同意指示相关官员加紧努力 迅速脱离接触 Disengagement 降低冲突 莫迪还强调 因维持边境的和平稳定 并遵守实际控制线 并称 这对印中关系正常化来说 至关重要 据今日印度 India Today报道 莫迪与习近平在会场上并肩而行时 有非正式的短暂谈话 过程中 莫迪向他提起边境问题 路透社则指出 这是莫迪首度直接向习近平提起边境问题 重申了印度部长及官员多次向中方表达的立场 路透社引述中国官媒报道称 称这次会晤是莫迪所要求 而习近平称改善中印关系符合双方利益 也有利于和平稳定与发展 习近平还表示 双方应紧记双边关系的整体大局 妥善处理边界问题 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中印边界总长近2000公里 另外还有1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存在领土纠纷 有领土纠纷的边界涉及西段600公里 中段450公里和东段650公里 三个部分 2020年5月 中印在西津北部发生冲突 中段 6月16日 中印在拉达克的巴勒万河谷 西段发生士兵肢体冲突 造成数十人伤亡 至少印方称有20名士兵死亡 中印关系的一大痛点 是两国在其实际边界 及喜马拉雅山的实际控制线 LAC上的持续对峙 这次对峙开始于2020年5月 两国士兵一个月后 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 造成20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印度士兵 莫迪与习近平这次会晤前 前印度外交官比萨里亚 RJ Bissoria告诉DW 印度已经明确表示 在实际控制线问题上 缓和局势和放手 对双边关系正常化至关重要 不过尽管先前进行了多轮谈判 和不同层次的接触 军事紧张局势仍在继续 印度表示 如果中国违反边界协议 双边关系就无法正常化 目前双方都正在该地区 建设基础设施 近年来 中国一直在推动建立这样的替代秩序 抨击美国的制裁和长臂管辖 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计划 印度一直试图保持中立 作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一员 他向西方表明自己是抵御中国军事扩张的堡垒 同时也与俄罗斯保持贸易关系 并拒绝谴责其入侵乌克兰的行为 中印两位领导人都表示支持金砖国家扩增成员 习近平说 金砖国家的目标是极重制 会群力 推动全球治理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推动 将金砖国家作为抗衡美国和七国集团力量的同时 其他成员国却表现得较为低调 在一次演讲上 巴西总统卢拉说 金砖国家并不寻求站在G7 G20或美国的对立面 南非总统拉玛福萨 Cyril Ramaphosa 也在本周早些时候的电视演说中表示 我们不会被卷入全球大国之间的竞争 卡内基中国中心的非助所学者庄家颖 Chong Joian 告诉DW 每个金砖国家成员都有自己的利益需要考虑 他说 金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 愿意并能够为了共同利益 而搁置这些自身利益 这一点仍有待检验 庄家颖补充说 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有助于北京减轻其面临的一些压力 他也提到 只要中国认为自己受到美国的遏制 包围和压制 就会继续将金砖国家 视作解决这些问题的渠道 一些分析家表示 中国正在寻求利用金砖国家集团 作为积极推进其地缘政治野心的工具 德国外交政策学会 DJP首席执行官沃尔夫 Gantram Forth对德国电视二台表示 中国显然希望成为领导国家 并且希望将全球南方 以其为中心团结起来 目的是 施加影响力 并重塑国际秩序 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成员 新德里中国分析与战略中心 Center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 主席拉纳德 Gyadiva Ranade 向DW表示 中国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亚洲至尊 这就要求印度默许中国的霸主地位 拉纳德指出 中印几乎不可能在一两次会议中 就解决所有分歧 最多是中国策略性暂停其雄心 曾经的世界阵营划分 在冷战时期 根据意识形态不同 世界被划为东西阵营 西方资本主义阵营 被看作是所谓的第一世界 东方社会主义阵营 被看作是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常常是指经济水平 更为落后的南方世界 这种分类如今已经过时 冷战结束后 按社会经济和政治特征 划分的全球北方 和全球南方的概念 变得更为流行 图为1955年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除了金砖峰会 莫迪与习近平下一次会晤的机会 将是下个月由莫迪在新德里主持的G20领导人峰会 前印度外交官比萨里亚认为 习近平在G20峰会上获得的待遇 很可能取决于中印边界争端的进展 他说 中国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向印度做出合理的保证 同时在边境采取行动 让印度对中国有信心 普里哥金坠机身亡案 寻到十具尸体 飞机黑匣子 法广 俄罗斯调查人员8月25日宣布 他们已找到普里哥金乘坐的飞机失事中 十名遇难者的尸体 以及坠机的飞行记录仪 调查人员还表示 已经从飞机失事现场 找到了十名遇难者的尸体 正在进行确定死者的身份 调查人员已扣押了黑匣子 并对现场进行了详细检查 克里姆林宫8月25日称 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头子普里哥金 被杀的指控是绝对的谎言 但克里姆林宫拒绝明确证实普里哥金的死亡 理由是需要等待核实结果 俄罗斯航空当局表示 瓦格纳雇佣军组织头目 普里哥金乘坐的一架私人飞机于23日 在莫斯科西北部坠毁 无人生还 24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普里哥金的家人表示哀悼 路透社说普京的讲话用的是过去实态 普京援引初步信息称 普里哥金及其在瓦格纳雇佣军组织中的高级助理 均已丧生 普京在赞扬普里哥金的同时也说 普里哥金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 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表示 据我所知 他昨天才从非洲回来 令人无法理解的巧合是 坠机事件距离普里哥金领导 针对军方领导人的叛变失败正好两个月 他们的手不会撒谎 共和党候选人抨击陪审团审判 华盛顿邮报评论版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表现出对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忠诚 即使他被陪审团定罪 他们也承默支持他 这一宣言令人担忧 因为他暗示这些候选人不信任美国人民的判断 这破坏了法律体系和法治的完整性 只有少数候选人 如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欽森 没有举手支持特朗普 这种对特朗普的忠诚表现 令人深感不安 威胁到美国民主的基础 美国指责俄罗斯和中国 为朝鲜的导弹发射提供掩护 南华早报 美国指责中国和俄罗斯 阻挠联合国安理会 对朝鲜最近导弹发射的统一回应 在一次紧急安理会会议上 15个成员中 有13个谴责了朝鲜在三个月内 进行的第二次间谍卫星试验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 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批评中国和俄罗斯阻碍了安理会 应对朝鲜和计划日益增长的威胁的努力 中国和俄罗斯则指责美国 导致朝鲜采取侵略姿态 称美韩联合军演仍在进行 朝鲜为其和计划辩护称其是自卫手段 并声称其卫星计划也是出于自卫目的 安理会上一次对朝鲜采取的统一行动 发生在2017年 韩国呼吁朝鲜结束反动思想法的K-POP禁令 南华早报 韩国呼吁朝鲜废除其反动思想法 该法禁止韩国流行文化 包括韩流音乐 该法于2020年12月通过 旨在防止传播可能挑战政权的信息 违反者可能面临最高十年的劳动教养 严重情况下甚至可能被处决 韩国认为该法剥夺了朝鲜公民 获取外部信息的权利 违反了人权 此次呼吁是韩国寻求在国际上推动人权 并争取其他国家支持的一部分 印度的商务部长表示 与中国相比 印度在贸易方面更接近美国 南华早报 印度商务部长皮尤时 戈亚尔在新德里的美中部长会议上 发表了一番言辞 表明印度在贸易方面 更倾向于美国而非中国 戈亚尔强调了中印之间日益增长的贸易关系 并承认双边贸易呈现出明显的偏向中国的趋势 随着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影响力的增长 印度近年来更加紧密地与美国及其盟友结盟 莱蒙多的访问只会有益于美中关系 南华早报评论版 美国商务部长吉娜 雷蒙多访问中国 不太可能在双边贸易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但这确实展示了两国之间定期高层会晤的一种模式 美国最近将27家中国实体 从贸易限制名单中移除 被视为一种善意的表示 雷蒙多将专注于澄清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环境 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预计将推动进一步放松出口管制 雷蒙多访问上海 将使他能够与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商人进行接触 此次访问被视为加强两国之间沟通和信任的机会 汽车制造商必须做好准备 应对供应链的碳排放问题 南华早报评论版 根据绿色和平东亚的说法 汽车制造商需要解决供应链中的碳排放问题 特别是钢铁的使用 以减少总体排放量 据说汽车行业中钢铁的碳排放非常高 并且预计到2040年将占汽车整个生命周期排放的60% 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CBM将于2026年开始实施 根据生产过程中的排放量 对钢铁和其他高碳材料的进口征收税款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